Zither Harp 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记忆中刻下模样 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那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牵扣心脏也照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添满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战争难眠的长夜 领不未来的组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梦想 光芒哥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秦初 怎么了 秦初 你这个样子倒是像你姐姐我是个怪物一样 没有 姐 你找小年来有什么事啊 去我的办公室聊吧 难不成我们三个要一直在这儿聊天吗 我突然带回来的咖啡豆 尝尝 姐 你今天突然把小年叫来了 到底什么事啊 小年是你认定的人 我带她来公司转转 不需要理由吧 可是 你今天早上不是还劝吗 是 早上的时候我还劝你稳定跟实业的关系 因为这关系到公司的利益 和你个人的发展 但是秦初 我知道你跟我不一样 你认定的事情别人越反对 你越会去做 即使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 我支持你 你是说要 帮小年拿回她的位置 我尽力而为 但是小年 你也要多努力 当牧师的儿媳妇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怎么了 穆学姐 我根本没有 想要拿回什么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挺好的 有喜欢的事 有自己的事业 还有喜欢的 喜欢的人 别的事情我也做不来 我也不想去做 今天你带我参观 也差不多了 我还要交稿 那我就先走了 我说你 我自己走吧 秦初 想念这边好像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确定你跟实业断了联系 她就会回到你身边吗 她们已经下去了 找个关系好的媒体派下来 再想一个好的办法 让我爸妈那边知道 小念 我解她 你解释好心 但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以后这种事 还是不要来找我了 我不希望咱们之间的关系 变得复杂 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唯一 我知道 放心吧 我 我真的还有工作要忙 我都赶紧走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种事情不能搞得沸沸扬扬的 你们怎么就不听话呢 你看看现在好了啊 爆出这么多丑闻 怎么着 你开心了 有知名度了 对不起 叔叔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想干什么呀 不是 叔叔 这次为什么会爆出这样的照片 我也不知道 你们这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这件事也不定就是看到的这样 我们问问前处再说 阿姨说得对 这件事确实不一定是这样 这件事情你务必把它处理好 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 现在是公司的非常时期 我知道了 叔叔 只是一次两次我能处理 如果 什么如果啊 如果什么呀 我告诉他 好了好了 反正事情是你们惹出来的 你先去处理你的问题 秦初这边 我和你叔叔会好好跟他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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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果然跟你说的一样 叔叔阿姨愿意再帮我一次 那你就趁势赶紧把人给我抓牢了 千春还是会挺爸妈的 至少现在 他不会光明正大的做些什么 这样的机会你还抓不住 那我就真帮不了你什么了 我知道了 姐 不管有什么方法 我一定会牢牢地抓住千初的 这样子也好 你决定要帮世迪吗 你真的觉得 让世迪一直留在千初身边 是件好事吗 以前我们被蒙在鼓里也就算了 可是现在 这个女人心机也太重了 要说到心机重啊 那个石晓念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做过调查 石晓念跟恩义科技的公欧 两个人之间一直就是不清不楚啊 而且 这次的车祸 跟那个石晓念有很大关系 你说让我怎么选 连哥意想两个都不合适 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啊 我只能选择石敌 最关键的是 他对咱们的儿子啊 真是用了真心啊 但愿我这个选择是对的 但愿他不会让我失望 倒是咱们的女儿啊 你别说我现在怎么 越来越觉得我不了解她 我根本就弄不清楚 她那个心里到底是想什么 小雪的事情 还不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当初 跟她立个什么约定 她现在也不至于 这 这怎么能赖我呢 这 这实在是小雪的心态狠了 你看啊 我当时我给她立那个约定 我就是想给她出点难题 我就想让她收敛 收敛野心 女孩子嘛 你 你就应该把心字 画在感情上面 这才对嘛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了 这个孩子 那关于感情方面的事情 她还真就做到了 不闻不问哪 你说得狠不狠 像个女孩子呀 好在咱们家有清楚啊 不管怎么样 只要有千出在公司里面 公司的股东 就不可能永远服小雪 小雪呀 是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了 公司公司 你们父女俩 每天嘴里说来说去的 都是公司 我看这么些年 你们父女俩的感情 都快没了 那是 木总 这段时间你先用点 等过了风声 我会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 木总 现在事情到底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躲着 我家里还有家人 你放心 你又没有怎么样 又没有杀人 只不过是一个造势逃逸 千初现在 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等过了这段时间 确定了没有问题 你还是可以回到 你的生活当中去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都安排好了 石晓念在公司门口 跟牧总有暧昧接触的消息 会发到公欧那里 只不过 我不太懂 咱做这个消息 不是为了让您父母那边反感 督促牧总和石敌和好吗 这么一来 公欧知道了 跟石晓念取了冲突 这不是把石晓念 往牧总这边推吗 你说的这是石敌的目的 我可以帮他一次两次 他要是抓住机会 站稳了位置最好 要是没有站稳 我也不会因为他 牺牲我的东西 石晓念这个人 最好从公欧和千楚身边都离开 他在哪儿都不安全 至少现在他跟公欧之间的 嫌隙越大 对于我们来说越好 好了 没什么事情 你就先回去吧 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其他的不用担心 好 好 牧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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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急事吗 爸 公司里没什么事 我找你有事 你说 石晓念 石敌 你跟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爸 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 这段时间 石敌也会去找合适的住处 我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公开我跟小念的关系 公开什么呀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不管你们俩是个什么关系 听爸爸的话 立马把他甩掉 爸 我跟小念是从小到大的感情 从小到大的感情 在这之前 你连她是谁你都不记得了 你很从小到大的感情呢 那说到感情啊 你跟石敌那是感情好 都定了婚了 这个事情啊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更何况那个石晓念 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 很复杂 他跟恩义的公欧 一直就不清不楚啊 儿子 你听爸爸的话 不要理他了好不好 爸 我会尽量地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但至于我怎么跟小念交往 你怎么处理啊 你会处理吗 我告诉你 你如果再犯糊涂 那我就把公司 交给你姐姐了 还有啊 那个石敌 虽然说她干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啊 她对你是用了真感情 好好哄哄她 你看给老爸急的 走了 我姐跟陈柏的位置关系 有进一步的进展吗 我只能了解了一下 发现沐总跟樊胜的关系 可不简单 不仅仅是合作 而是涉及着樊胜高层的决策 而且 陈柏跟沐总私下有过见面 樊胜一出手就真的很恩义 看来跟我姐是脱开的关系 只是恩义 明明由我姐姐投资 虽然这几年的什么都不管 但也没有道理 一出手 就支持恩义的对手 况且大家都知道 那个陈柏 可是被恩义开除的 会不会沐总跟陈柏之间 有一些私人的感情问题 陈柏还有可能 可我姐 怎么会看得上她呢 不过姐最近也真是很难搞懂 不光是陈柏的问题 还有师弟那边 他们明知道这里边有纠葛 还一边倒地去支持师弟 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如果说沐总跟师弟合作的话 就单纯地为了公司 不可能 这一切都说得通 但你别忘了 出车祸的那天晚上 和失踪得那么久的 我姐那个助理 这一切都是有关系的 只是我想知道 我姐的目标到底是想念 还是那个工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就更不能让小妮留在跟我身边太巧了 还有事得麻烦你 这几天 帮我去约一个复查 但要找我们熟悉的医生 我姐跟师弟认识得要避开 懂吗 是 明白 你别 anal人 回家 时长见了 小老板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已经被竹树夹门了 只要是我出现在他来面前 那孙杰平巴不得吃了我 我是真的没法再随时汇报时长点情况 再说 您不是在石脚殿身边 安插了米斯托工吗 那还不是想看 随时就能看 你当我是偷窥狂啊 不是吗 我 他干什么我根本不在意 对了 那天晚上的车祸 有什么进展吗 这个很难查出来 那个路段没有监控 而且没有遭上什么人员伤亡 唯一的沐千初 但他好像并没有保安 也不清楚他怎么想的 难道是真的忘了 沐千初 他绝对不简单 哪怕是意外 哪怕是他真的忘了 事关石小年的安危 如果他真的在乎石小念 绝对不可能对这件事情 不管不顾 那天我在医院跟他起争承 他竟然对这件事情 绝可不提 我倒是觉得 他绝对不只是失忆症状态 所以啊 小老板 你可千万不能让石小念 再流浪在外了 这不管是哪方面的安全 那都保障不了 其实你想想 他俩要是真的有什么 那石小念干吗住在我家呀 早就创死创非了 真不知道你俩不在死长什么劲 石小念 现在在干什么 你问我 谁是他男朋友啊 要不我去问问孟千初 那就是没干正事了 今天晚上 让他过来给我回报工作 去哪儿 好好 我知道了 家里 哪有什么回报工作呢 不就是想想到我们偏秘一下吗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公司 小老板 我怎么觉得 咱们自从认识石小念之后 这生活都变得跟谍中谍一样 谁让他活得像个白痴啊 小老板 我还是要冒昧地提醒一下 既然你晚上决定去见石小念 那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 不然还不如不见 关你什么事啊 我 不就关心一下你的感情生活吗 犯法呢 想要我拿出良好的态度 首先他要得有良好的态度啊 当我这么随意的 喂 好 马上到 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 有些话不能当着你哥面说 我们回去再聊 好 这个是在哪儿找到的 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 你哥在美国学馆里 租了一个公寓 我这次又回去看了看 找到了一台电脑 是他用过的 这个是我哥的邮箱 对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 他用过这个邮箱 你应该也没有见过吧 这个邮箱里 只有跟一个人的邮件往来 沐雪 邮箱里还提到了一笔私人投资 这笔投资你应该也不知道 说是投资 其实完全可以看作 是沐雪在暗中支持公寓 所以沐雪公开投资的 是两笔钱 是啊 看来你哥 瞒了我们一些事 可是单从邮箱的内容来看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么看来 他们俩人至少是很熟悉的关系 但你哥走的时候 沐雪的反应似乎并不大 你也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我说不好 而且 晓鸥 公司的事 过去的事 我都不想再管了 我本来在意的就只有你哥一个人 现在他走了 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 也该想明白了 喂 凡子 人家让你回去 你就八八地回去了 你这也太没出息了吧 怎么他还得求到我这儿 你才能回去好吗 不是 我觉得他也蛮可怜的 咱们那天的确闹得太疯了 不是吧 是晓涅 你这样可留不住那儿呢 傻不傻 你放心 我就是来给他做个饭的 要不然他要一直吃垃圾食品 吃坏了以后 还得来给我 还有 你放心 我一定会守住原则问题的 阿不道歉 我绝对不会低头的 这还差不多 我可跟你说 咱俩可是骆难战友 你千万不能抛下我 我知道了 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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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你现在住哪儿了 我送你回去 没事了 我自己回去 我看你一直在看时间 还有约会吧 下着雨 空气好 我想自己走走 散散步 散步啊 这么大的雨可不是能散步的 我的确是跟别人约好了 那这样吧 这个是我出钥匙 请拿过去开 明天我突然去取 那好吧 去吧 不然 不用了 快走吧 好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嗯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要不要我们送你回家啊 是啊 丸子 丸子 谢谢你们 丸子 你刚才那电话怎么回事啊 你受伤了 我看看 还有哪儿受伤了 你怎么搞的你 找我带你去医院 小姐 小鲜 走 这位好了 还用不去医院再检查一下 那样能安心点 反正没事 不用了 我就不小心滑着了而已 看样子头倒是没什么剩 要不然我就更担心了 你身上没有哪儿 别的地方不舒服吧 没有 我就是头哭得有点缺氧而已 你不是约公欧了吗 你赶快去吧 喝点 要不然我给米生打电话 让他过来 你要是敢给他打电话 咱俩就绝交了 好好好 那你早点休息 有任何事情给我打电话 听到没 嗯 那我回去了 给我打电话啊 你早点休息 你看 我就再知道 你不想打电话 就这样 你还不想打电话 我还不想打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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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